这里是小蜜蜜电影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韩国战争神剧《安世城》 看这部神剧要辨识地观看 因为在电影里 唐太宗李世民竟然被韩国人的祖先射下了一只眼 我们先看这部神剧 然后再给大家介绍一下真实的历史状况 电影开始是唐太宗率军20万攻打 辽东的高沟里 高沟里元帅冤盖苏文率军15万抵抗 双方发生激战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太宗闺bl flames 中文字幕志愿者 他实际形成分 他太周刀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иватьуют 实际京击 最后高沟黎大败 只有一万多人逃回 男主小鲜肉也参加了这场战斗 因为同伴的死 内心受到很大的创伤 唐军击败了高沟黎 俘获了高沟黎的圣女 据说圣女可以说预言 而此时挡在唐军面前的 只有安世成了 太宗决定恭贺安世成 再去都城平壤 好的一命的冤盖苏文 安排小鲜肉去安世成 刺杀城住杨万春 也就是自己打败仗的时候 杨万春没有来增加尸体 真实的原因是 冤盖苏文弑军 杨万春没有响应 也不服冤盖苏文调遣 小鲜肉拿着匕首 就自省满满的上路了 在路上小鲜肉遇到两名士兵 士兵说是从战场上愧退下来的 要寻找组织归队 小鲜肉就带着他们一起出发了 三人在路上遇到了一头倔强的驴子 接下来帮主人推车 推住车子后 小鲜肉问车主人是不是安世成的人 自己要去安世成见城主 看起来有点猥琐的车主人告诉小鲜肉 自己就是城主杨万春 杨万春让手下检查了一下两个士兵的战马 发现满安下没有粮食 就认定两个士兵是奸细 杀掉了那两个士兵 杨万春看男主是个小鲜肉 就饶了他一命 把他带回城里 打算晚上亲自审问 杨万春一回到城里 就遇到两个手下带着两帮人 在无视生非的打架 原因是对蔬菜切的大小不满意 很明显他们是吃饱了撑的 晚上杨万春一个人审问小鲜肉的时候 一个秃顶老头跑了进来 说是小鲜肉的什么亲戚 小鲜肉也不管他是不是真的亲戚 反正秃顶老头的出现让自己安全了 不知出于何种心态 等大家吃完赛亚的肉 杨万春安排小鲜肉做了自己的棋手 也就相当于贴身示威了 小鲜肉才没心思做什么棋手 吃完喝完散场之后 在没人的地方看了看那把锋利的小刀 决定悄悄干掉杨万春 杨万春真是白莲花转世 半夜三更不睡觉到处去送温暖 把跟踪的小鲜肉都感动了 第二天小鲜肉看到杨万春和大家一起出苦力 又被感动了一把 而那个偷顶老头也冒出来给杨万春唱三歌 刚完火杨万春发现一个部下不见了 另一个手下说可能是昨夜巡逻累着了 杨万春就赶紧跑去他家送温暖 结果发现自己的妹妹先自己一步来送温暖了 刚送完温暖衣服还没穿好 杨万春气急败坏 装模作样的射了两件走了 因为唐军马上要濒临城下了 就算算账也要等到秋后 影片为了把杨万春速度得更光明磊落 大战前特意安排了一出 让小鲜肉用匕首给他刮胡子的戏 此时的唐军主力已经到了城下 契屯山河如虎 杨万春看到部下都产生了恐惧 当起就给他们灌了一桶鸡汤 士兵们立刻就像打了鸡血一样亢奋 唐军对安世成发动了第一波攻击 投射机损坏了部分城墙 接下来士兵们开始用云梯攻城 双方在城头展开基站 归附唐朝的突厥人也加入了战斗 城下的唐军冲车也空破了城门 但守军又放下闸门阻挡堂军 城头守军用密集阵型杀死了城上的唐军 又用弩车射出带绳子的巨剑拉到了云车 唐军攻城失败 据我个人考察 单兵实力相当 人多的一方一旦攻上城墙打开缺口 城墙基本上是守不住的 因为后续兵力源源不断地爬上城墙 和守军一对于交换 人少的守城方绝对吃不下 明朝初年的宏都保卫战 陈优亮的大军之所以拿不下宏都 是因为他们根本就没能打开缺口 四十万大军只能在城下干等 而影片中大量的唐军攻上城头 又被打了下来 严重不符合常识了 胜利之后 对杨万春崇拜倍增的小贤肉 在梦中被冤盖思文斥责 他痛下决心要杀掉杨万春 他被杨万春的一番话感动得热泪盈眶 当宠京来的一个手下 要杀掉小贤肉的时候 胸怀巨大宽广的杨万春制止了手下 此时唐军用攻城塔的夜间发动了进攻 大量的唐军精锐禁卫军 通过数十个攻城塔远远不断地攻上城头 开了挂了杨万春加入了战斗 以一挡牌杀起唐军精锐 犹如切瓜砍菜 很快他们又祭出大杀器油囊 也就是装了油的皮囊 士兵们将油囊抛向攻城塔 在油囊自由落体的时候 杨万春用点火的弓箭射向油囊 油囊起火并且爆炸 整个攻城塔顿时一片火海 油囊的威力比起现在的燃烧弹 看起来也毫不逊色 杨万春用此招烧毁了所有的攻城塔 忍在城头战斗的唐军刺上了杨万春 就在杨万春要丧命的时候 小贤肉救下了他 看着小贤肉真诚的眼神 杨万春欣慰地闭上了眼 攻城失败的唐军 把高贼里圣女派去安市城 让他劝说杨万春投降 同时在城外建造土山 打算居高临下进攻城内 睡了杨万春妹妹的骑兵将领 决定夜袭里市民 但圣女却向唐军提前射书报信 唐军得到消息 扶居了这对人马全军覆没 只有骑兵将领被射得像刺猬一样逃了回来 告诉杨万春有奸细 然后死了 来到现场的圣女坦诚是自己给唐军报的信 他这样做是因为他认定高贼里是打不过唐军的 最后只能让人民生灵涂炭 他的这个预言可以说确实是对的 二十几年后高贼里就是被唐军所命 在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对待圣女的时候 小千肉干净利索地用小刀杀死了圣女 因为情人的死 第二天杨万春的妹妹独自出城找李世民报仇 虽然开了挂 但最后还是被唐军杀死 不过在临死前 他用弩射伤了李世民 李世民让人送还了他的尸体 眼看城市不保 小千肉出城向冤改苏文求救 冤改苏文斥责小千肉之后 为了自己的利益 决定派出援军相继而动 困在城里的杨万春 看到小孩子玩游戏得到启发 决定派人挖地道到土山下面 挖倒土山 土山完工之时 地道几乎也挖好了 看来杨万春的土木工程学 和生产管理学还是挺不错的 我以为学好的就是气象学 当晚下起了大雨 支撑土山的木柱子都湿了 无法点燃 只能靠人力刊断 就在唐军通过架桥攻击城池的时候 木柱子被砍断 土山崩塌 波澜壮阔的景象又如大地震 又有如百年一遇的沙尘暴 等到成立的杨万春带人顺利攻占了土山 几十万堂军开始轮番攻击土山昼夜不息 杨万春带领几前手下 防守土山昼夜不息 杨万春和手下不断释放火轮昼夜不息 杨万春和手下一刻不停的射箭昼夜不息 直到把肩射完 一刻不停连射三天三夜 二十城守军正在天兵天将 当剑尸用尽 杨万春让人拿来了圣女带来的神功 神功是高沟里朱盟王用的功 凡夫祖子是拉不开的 天可汗李世民也拉不开 但杨万春拉开了 神剑滑火飞行数百步 准确无误地射进了李世民的一只眼 看来杨万春的弹道力学得特别好 随后冤该素问的援军赶到 唐军大败 影片结束 人群看完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的真实历史 高沟里这个国家是中国东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 在西汉原地时就建国了 大概位置是今天基林省东南部一带 经过几百年的发展 随唐使达到鼎盛 占据了辽东和朝鲜北部 虽然史书有时候也称之为高里 但和宋元时期的朝鲜半岛上的高里完全是两个国家 后者王室高里算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朝鲜半岛国家 如果韩国人把高沟里视作自己的祖先 那么我们中国人就是韩国人的祖先 事实上高沟里强盛时期也只是占据了朝鲜半岛北部 现在的韩国地区是新罗和百计 就算韩国人认高沟里是祖先 也有点跑到邻居家强人爹的味道 电影里的安市城在近辽宁省安山市海城营城子村一带 贞观19年 唐太宗进军辽东的确未攻下此城 驻土山攻城 土山崩塌也确有此事 太宗下令撤军是因为辽东早汗 军粮将近 唐军撤退得非常从容 根本就没有电影里的援军出现 而这波援军实际上是在安市城刚被围的时候就来了 被唐军打得大败 两万多人被震杀 三万多人投降 全军覆没 安市城主杨万春 其实是明朝小说家熊大木 在唐书演绎中虚构出来的一个人物 历史上安市城主是水根本没有记载 对于唐人来说 安市城之战根本就不值得一提 而冤改苏文历史上却有其人 电影里也比较符合他的形象 是一个弑君权臣 在他死后 他的三个儿子发生内战 或被唐军所杀 或投降唐朝 高歌里在唐高宗市被灭 距离电影里的安市城之战 仅仅25年而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